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就是612的一周年 有網民發起了遍地開花社區展覽 要提醒市民千萬不能忘記過去這一年所發生的事 在觀塘那邊 去到九點多時 市民都已經開始陸續散去 本來都是相安無事 但是突然間 就彈了一個白衣人出來 疑似是藍絲 他拿著一把小刀衝向人群 其中一名市民就走避不及 就被那把小刀刺傷了手腕 血就馬上應聲聲流 當然後來也止血了 而且有很多熱心市民馬上抓住這個白衣人 將他制止了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當時的現場片段 在附近也有不少警察 偏偏沒有人看到這件事發生 到了這個白衣人被市民制服之後 最後就有一些疑似便衣出來 將這個白衣人上了手扣 根據現場消息所說 就說這個白衣人被帶上了一輛白色私家車 後來就離開了現場 不知道究竟是回警局六口供 還是去哪裏 因為行蹤沒有辦法搞得清楚 需要警察自己出來交代 實際上這些事件一定要去檢控 之前這麼多白衣人的事件 拘捕不到的人又說拘捕不到 明知道他是誰的 又不去拘捕 基本上各式各樣的原因 甚麼都出齊 現在這個當場斷政了 你不會想著 載他一個街口 然後轉頭就放了他 所以警察一定要出來說清楚 究竟是怎樣處理這件事 另外 關於銅鑼灣那邊 請問許智峯又被警察拘捕了 但未知真正原因是甚麼 許智峯說自己被帶走期間 曾經遭到警察屈手肘和手腕 其實這些粗暴對待 來到今時今日都已經變成了家常便飯 另外我還留意到 在網上廣泛流傳一段片 這段片當中拍著一隻警察 響樹猛講英語講了三句 第一句就是Black Lives Matter 第二句就是He is not American 其實他就想說America 不過就沒辦法 英語水平有限 即說這裏不是美國 但他就說了美國人 第三句就是I can't breathe 即是有個說話 呼吸不到 其實這個警察的意思很簡單 無非就是想諷刺 那班美國警察到底有多粗暴 其實這也是近來那班 藍絲KOL的主旋律 就是說 美國也發生了這件George Floyd的事件 對不對 他那些白人警察都走去跪頸 然後做了一個黑人 市民 但是這件事在美國發生 他是有一個權力的制衡 沒錯 這個白人警察的確乾犯了嚴重的暴行 但是他很快就馬上遭到拘捕 而且被檢控了 不僅是他 他另外兩個同袍一樣是落鑊 那你香港又怎樣呢 有什麼可比性呢 請問你香港這麼久以來 對著市民做了這麼多粗暴的行為 無論是通街打也好 無論是開槍也好 新屋領也好 什麼都好 請問有哪個警察是落了鑊 是沒有的 反而那些走去開槍 那些對著市民 對著那些中學生 說別人拿著這隻爛鬼白色PVC交管 就對你有威脅 於是開了一槍 後來還得到了鄧炳強大署長的嘉許 喂 那你們這些傢伙有什麼資格跟別人相比 你香港的警權根本上是沒有制衡 到後來請那些什麼外國專家過來整色整水 又說要整一份報告 監警會的報告 你都整到別人的外國專家 你後來可以丟炮不撈 另外再整多一份專家的報告出來 是頂你那份官方的報告的 那你還有什麼制衡可言 你有什麼可比性 香港警暴和美國的警暴 還有大家千萬不要忘記一件事 在上個月7號8號的時候 尖沙咀發生了一宗案件 其實是很類似明尼蘇達州的事件 有一名南亞人士 他當街當巷也是被警察來制服 又是幾個人衝過去 然後又跪頸跪腳 大家有沒有印象這件事在尖沙咀發生的 後來送院之後就釘了一蓋 當然這件事他不是在職場釘的 所以似乎在香港就是炒不熱 引不起一個關注或者控動 當然也有可能是傳媒夾手夾腳一起冷處理 也不定 反正在香港這件事件 似乎沒有什麼特別多人去關注的 但是在美國發生的事件 在香港也曾經發生過 又是跪頸 然後就死了 到底死因是什麼 是否有需要向大眾公開交代 因為很多傳媒都報道 消防署當日接報到場的時候 救護人員在警車裡為這名男子進行檢查 發現他當時已經沒有呼吸滑薄 即時為他進行急救 後來延醫了一天 送院之後就證實死了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是否要說 是否要告訴市民 請問 是否因為你跪境而整死 還是有其他原因 是否要出來公開解釋清楚 還在那裡抽人水 說什麼Black Lives Matter He is not American I can't breathe 不懂英語就不要說 我也不懂 所以我很少說 無謂獻醜 這些人就是醜 有不懂得寫那麼多筆劃 真是離了大舖 別人抽水 抽什麼水 根本上 你香港的警權是沒有制約 美國的警權是有的 你看明尼蘇達州 人家在出事之後 這個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議會 立刻就同意了解散警隊 所以前陣子的市民在喊口號 說要解散警隊 絕對不是一個空口說白話的事情 美國其中一個市就做到了 他之後再請回就是一回事 但是他起碼現在這一刻就是解散了 所以不要以為解散警隊是一個 完全做不到的事 美國就告訴你 是做到了 故此這一天 遲早都會到來 告訴你 對不對 這個國安法來到的時候 你說大陸會不會容許 有兩支武裝部隊在香港執法 請問 你這班人一定是被人邊緣化 不用說 對不對 你這班人工這麼高 有沒有聽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 六億人口每個月 一千元人民幣 如果要請大陸的國安人員到香港 排隊就排出尖沙咀應徵 要不要請你這班人 人家國安部隊便宜漂亮正 人力物力俱全 浪費 好 接著就說說另一宗消息 這宗消息 看完之後我也很不開心 在去年11月11日的時候 有網民發起黎明行動和三罷行動 今天一名小學男教師 被指控在清晨時分 在上水回旋處一帶慢洗 被警方截查他的時候 就說這名小學教師用腳踢向警長被控襲警罪 今天在粉領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 但是這名裁判官叫吳崇爾 我覺得他很多說法都是極為主觀的 到底他在說什麼呢 首先說 他就說被告已經表明自己是教師 官說做教師是有文化的 故此不相信 警察會無緣無故 用粗口罵一個途經此地的教師 也不相信警察曾經說過 說要從天橋調你下去 故此說被告的公辭令人難以自信 到底這個官有沒有看過直播的 硬難聽的說話還有說得出 說要今晚發生六四事件重演 也曾經說過 對不對 這些有什麼大不了 為什麼你憑這句話 就說不相信警察會這樣說呢 你憑什麼相信 憑你的政治立場 憑你的純粹主觀判斷 好了 他還說 如果被告真是純粹慢洗 阻礙交通 警察最多向你發出傳票 如果你是沒有激動反應的話 警察完全是不需要使用武力的 而且還要用手扣鎖起你對手 更加不需要用四名警員來制服你 這樣說這些說話 根本上你就是有一個預設立場 對不對 當你去做審訊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以這個前設呢 就是說 假定警察所說的話 是完全可信的呢 喂 在街邊那裡 尼敦道 有個年輕人問警察 那個良心是跌到哪裏 馬上又被人追打幾條街 對不對 無理頭 有四個警察去抓手制服他 有什麼奇怪 另外 這個觀眾說 被告就不是可靠證人 被告公清不知道有和里塞活動 朋友也沒有留意到有當日三把 他就質疑當日活動社交媒體也有傳開 被告是不可能不知道當日發生什麼事 還問 你和你的朋友是不是來自非洲 或者是第三世界的 嘩 這些叫什麼? 喂 為什麼你要假設一個市民 一定要完全知道當日的消息呢 這件事是不恰當的 是不是 你是不是假設那些市民 一起來拆牙就要坐定定 吃早餐在看TVB的新聞 才上班呢 還是怎樣呢 為什麼一定要看這個社交媒體呢 請問 這些也是不當預設 你做一個裁判官 就應該堅守這個客觀 和中立 你就不應該被事實以外的事情 影響了判斷 至少你現在給人的感覺是這樣 好了 還有一件事 到底他有沒有這個邏輯思辨的能力呢 他就說 接納三名警員的證供 因為他們的證供是誠實可靠的 而最重要就是這句 說三名警員證供不一 反而是顯示各人沒有夾口供 哇 這樣也可以嗎 那些公辭是不能夠 是有矛盾 有衝突的 對不對 如果我想請問 那些證供是一致的 豈不是反過來顯示 那些人是夾了口供 是不是可以這樣去理解呢 這個是有邏輯上的矛盾 對不對 如果三個人說三個版本的事情 而這三個版本當中某一些情節 是有一個衝突的 是有矛盾的 那你就不能夠完全信納了 至少有一個是假的 對不對 或者至少在描述上是有問題的 那你怎麼可以說 三名警員證供不一 反而是顯示他們沒有夾口供呢 到底你是不是已經完整地 檢視了這三個人的證供 他們所說的完全所有的細節 都沒有一個矛盾之處呢 在邏輯上沒有衝突呢 你不如出來跟市民說吧 不能夠像現在你說這些 證供不一反而顯示 各人沒有夾口供 我想請問如果證供是一致的 他們都是陳述同一個事實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又反過來證明他們是有夾的 那如果是證供一致或者證供不一 你也是信納的話 那你就擺明 純粹是基於他是一個警察的身份 而去信納 那你出來解釋 這件事我不知道 我是雷文來的 對不對 你們是法律專家 你出來跟市民交代吧 很多人都看完之後 覺得是很有問題的 還有最後一件事 這個裁判官竟然就說 被告心智是有問題 在月尾判刑之前 就要還押在小嵐精神病治療中心 索取兩份精神報告 心理和背景報告 原來這樣都可以的 這個人到底他有沒有精神問題 請問 當然你現在有權這樣做 後來有很多律師都說 裁判官是有權這樣做的 但是到底你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有沒有被一些主觀因素所影響 蛤? 這裡是香港 不是大陸 對不對 啊 真的 搞成這樣 香港竟然是 我真的不會再說下去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